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先看看词语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失声痛哭 指的是因悲痛过度而哽咽哭不出声来了 是不是哭得非常的痛苦呀 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还有追悼 指的是对死者表示沉痛的怀念 我们继续看 葫芦吞枣 把枣子整个吞下去 比喻不加分析的笼统接受 是不是就是葫芦吞枣 就是非常的大马哈呀 然后张冠李戴姓张的帽子 戴在姓李的头上了 比喻弄错了对象 或者弄错了事实 是不是就是出现擦错了 还有宝金风霜 形容经历过很多的艰难困苦 宝金风霜一般指的是那些 经历过多年魔力的那些老人们 对不对 黄包车就是一种用人力拉的车 主要是用来载人 也叫人力车 就是人拉的一种车子 大家在看电视剧的时候 应该是看到过的 好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鲁迅先生 既然是写他的 我们先了解了解他 鲁迅是现代文学家 思想家 革命家 本名呢 叫周树然 自育才 浙江少星人 现代文学的奠基着 中国新文化的骑手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 然后他的小说呀 有祝福 IQ正传和药 白话小说有 狂人日记 散文诗集有野草 散文集有 招花积石 老师推荐大家可以读一读这个散文集 是非常美的 大家有空的话 课下可以去读这一读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这篇课文 是写了什么 那文章的每一段都注意写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看 指的是 伯父去世后 在追到会上 我看到他受到很多人的爱戴 我指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作者呀 那个伯父指的就是鲁迅先生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伯父接谈水浒传 启发教育我 认真读书 这是不是要写伯父的一件事呀 然后伯父笑谈碰壁 也是写的伯父的一件事 伯父悦情的救护和帮助 黄包车车夫 也是鲁迅的事情 伯父关心女佣阿三 是不是对于这些贫苦人家的人 伯父都保持着一种善良啊 所以我们知道伯父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那我们再读读这个句子 伯父摸着胡子笑了笑说 哈哈 还是我的记性好 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这句话表面上啊 是夸自己记性好 实际上是在用幽默的语言 委婉的语气 在批评我 在批评作者 实际上作者读书太马虎了 这简短的语言描写 就透露出鲁迅先生这种 含蓄 幽默 风趣的性格特点 对不对 本身鲁迅先生是要批评我的 但是他却借着自夸自己记性好 却啊 委婉的说了出来 也体现了他的这种性格特点 对不对 好 那你想 四周黑洞洞的 还不容易碰壁吗 这句话是为什么会这样写 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下 这句话是有什么样的深刻内涵呢 四周黑洞洞的指的是旧社会的黑暗 把鼻子评别了 暗示鲁迅受到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 鲁迅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 反动派很害怕 查抄他的信件 不许他发表文章 还要逮捕他 鲁迅先生先后用了一百多个笔名 巧妙的和反动派进行斗争 是不是鲁迅先生说 在旧社会的这个黑暗中 他也受到了很多的残酷迫害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然后接着碰了几次臂 把鼻子碰扁了 这句话体现了鲁迅先生幽默的这种语言风格 也体现了鲁迅先生的顽强斗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 也就是说 虽然鲁迅先生受到了这些黑暗统治者的这个残酷的迫害 但是他没有屈服 而是顽强斗争 而且还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 是不是又从一个角度上描写了鲁迅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好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体会到鲁迅先生不怕挫折 不惧迫害的顽强斗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是不是呢 就是通过这些话语的描写 都能反映鲁迅先生这个人的性格特点 以及他的这种精神啊 好 我们继续看 重点理解一下这句话里 画现部分词语的意义 这时候 我清清楚楚的看见 而且现在也清清楚楚的记着 他的脸上不再有那种慈祥的愉快的表情了 他变得那么严肃 他没有回答我 只把枯瘦的手按在我的头上 半天没动 最后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那这里画现的这几个词语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来看看 这里的两个清清楚楚 强调的是当时的情景给我的印象之深 他变得那么严肃 手半天没动 深深的叹了一口气等表情动作的描写 说明鲁迅先生看到旧社会的罪恶 这段话表现了鲁迅先生对旧社会的痛恨 以及对老古人民的极大同情 是不是 这就是鲁迅先生通过这一段话 通过这些话词的这个词语啊 都能够看出来这一个特点 对啊 一是体现了这个作者心中的这种印象深刻 另一方面就体现了鲁迅先生的这种对旧社会的痛恨 和对穷苦人民的同情 是不是 那再继续读这个语句 他又是想表达什么 他说 周先生自己病得那么厉害 还三更半夜的写文章 有时候我听着他一阵阵接连不断的咳嗽 真替他难受 他对自己的病一点也不在乎 到常常劝我多休息 不叫我干重活 那这句话表达了什么呀 运用的是一种对比的方法 体现了鲁迅先生为自己想的少 为别人想的多的这种高尚品质 是不是自己都咳嗽了 不行了 晚上还要熬夜写文章 但他却不停的劝别人要注意身体 是不是他就一心为他人着想 对自己想的却非常的少的一种品质呀 鲁迅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就能借助刚刚那句话 他为自己想的少 为别人想的多 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拥有着这样高尚品质的人 值得我们敬佩 值得我们赞扬 好 那整篇文章就是写的是作者对自己伯父鲁迅先生的回忆的一种纪念性文章 通过回忆鲁迅先生在生前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的几件事 说明了鲁迅先生是一个爱憎分明 为自己想的少 为别人想的多的人 表达了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无比怀念 热爱与敬仰之情 热爱这就是整个文章的主题 好 那既然他写的是鲁迅先生的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看鲁迅先生的葬礼 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寓所 享年56岁 他的遗体被送到万国殡仪馆 22日下午初彬天 灵堂上布满了各界群众所敬献的晚联和花圈 沿途早已站着长长的队伍 是不是说鲁迅先生的葬礼参加的人非常多 这么多人都对鲁迅先生的去世而感到非常的遗憾 对啊 所以鲁迅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他们的高尚品格是值得我们去赞扬的 好 同学们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